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 众海岛啊,你们要听我的话 远方的万族啊,你们要留心听 我在母胎的时候,耶和华就呼召了我 我出母妇的时候,他就提了我的名 他使我的口如块刀 把我藏在他手的阴影之下 他又使我成为魔亮的剑 把我藏在他的剑袋里 他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 我要借着你得荣耀 但我说,我劳碌是突然的 我用尽气力是虚无虚空的 然而,我当得的功力是在耶和华那里 我的赏赐是在我的神那里 现在耶和华说 他自我还在母胎的时候 就造了我做他的仆人 好使雅各回转归向他 使以色列可以聚集到他那里 我在耶和华眼中被看为尊贵 我的神是我的力量 你做我的仆人 使雅各众支派复兴 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 只是小事 我还要使你做列国的光 使我的救恩传到地极 以色列的救赎主 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 对那被人藐视的 被本国憎恶的 被统治者奴役的这样说 君王看见了 就必起立 领袖看见了 也要下拜 都因信使的耶和华 就是拣选了你的 以色列的圣者的缘故 耶和华这样说 在越纳的时候 我应允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 我帮助了你 我要保护你 使你做人民的中宝 复兴那地 使人承受荒凉之地 做产业 对那些被囚地说 你们出来吧 对那些在黑暗中的人说 你们献身吧 他们沿途必得未养 一切光秃的高筑 必成为他们的草场 他们必不饥饿 也不口渴 炎热和太阳 必不伤害他们 因为那怜悯他们的 要引领他们 带领他们到水泉的旁边 我必使我的众山 成为道路 我的大道都必被修高 看哪 有些人从远方而来 看哪 有些从北方 从西方而来 还有些从色尼姆地而来 诸天哪 你们要欢呼 大地啊 你当快乐 众山啊 你们要发声欢呼 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了他的子民 也必怜悯他受困苦的人 但喜安说 耶和华离弃了我 我的主忘记了我 妇人怎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 不怜悯他亲生的儿子呢 即使他们可能忘记 我也不会忘记你 看哪 我已经把你刻在我的掌上 你的城墙常常在我面前 重建你的 要急速归回 那些毁坏你的 和那些使你荒废的 都必离你而去 你举目向四周观看吧 他们都集合到你那里来 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你要披戴他们 如同披戴装饰品 你要以他们做滑袋束腰 像心腹一样 至于你那些被毁坏 荒废之处和你那些被拆毁之地 现在给众人居住 必显为太狭窄了 那些吞灭你的都必远离你 你丧子以后所生的儿女 还要说给你听 说 这地方给我居住太狭窄了 求你给我预备地方居住吧 那时你心里必说 我既丧子 又不能生育 我是被掳的 又是被放逐在外的 谁给我生了这些孩子呢 谁把这些孩子养大呢 看哪 我独自一人被撇下 这些孩子是从哪里来的呢 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必向列国举手 我要向万民树立我的旗帜 我要把你的儿子 都抱在怀中带来 把你的女儿都放在肩上背来 列国的君王要做你的养父 他们的王后必做你的保姆 他们必脸浮于地向你下拜 舔你脚上的尘土 那么 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那些仰望我的 绝不会羞愧 被抢去的 怎能从勇士手中夺回呢 被俘虏的 怎能从强暴者的手里救出来呢 但耶和华这样说 就是勇士所俘虏的 也可以夺回 强暴者所抢去的 也可以救出来 与你相争的 我必与他们相争 你的儿女 我却要拯救 我要使那些欺压你的人 吃自己的肉 他们必喝自己的血醉倒 好像喝了甜酒一样 那么所有的人都必知道 我耶和华 是你的拯救者 是你的救赎主 是雅各的大能者